大杯水,食道饿流消失 在六年前,也就是1964年的春天三月份 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在静步食道处生了一个椭圆形的小流 从内向外凸起,是一个很明显的流 用手指去按压是一个固体肉流 生在皮肉下面,人感到极不舒服 肉流生长的速度非常快 眼见它一天比一天大,非常痛苦 经医生针断,必须开刀切除 若不尽早实行手术,就可能转化为恶性瘤 也就是癌症 便访外科名医,都是如此针断 当时内心焦急痛苦的心情,是非笔墨所能表达 由于我极其不愿意实行切除手术 家母就建议祈求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于是,当晚夜深时分,家母跪地祈求大杯水,给我服用 连续跪求三夜,连续服用三次大杯水后 我的静不肉流内,即感到发热 好像有很多小针在轻轻刺动 经此现象之后,该肉流突然完全消失 奇迹出现后,我在其医院检查时 医师大为惊奇,问此流如何治疗 此乃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灵感 大杯水之佛力,使我得以再生 为感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救命之恩 同时也感激家母虔诚祈求 故特写此文,共读者共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